白可以让你在人群中脱颖而出 而透才真正可以让你在人群中闪闪八光 真不是我吹牛 每次参加现在活动 总有一群用0042号的美妆模组追着问我 听什么我都这么白了 看起来还是不如你白 到底皮肤什么 其实核心就是 因为我从来追求的白 都是皮肤角质的健康和通透 这样才是我们亚洲人喜欢的那种白 所以今天来教你如何和我一样 真正获得一个非常通透好看的皮肤 记得点收藏 净度条出现 首先屏障健康尤其重要 你们就想嘛 这样破嘴的屏障 是不是就相当于一个破破烂烂的水泥墙 就算再白它也是暗牙惨淡的 因为它表面凹凸不平 光在上面会形成慢反射 但如果你的屏障像玉丝一样光滑平整 光打到你的脸上 直接就变成了这样的镜面反射 那看上去理所当然就是通透透亮 你也可以反推 如果你的皮肤真的暗淡无光了 很有可能你的屏障就说算了 那修护屏障方面 我一般会用一些我们皮肤自己本身 就有的一些修护成分 比如说像A 神经腺胺脚上半 这些都不错 还有就是可以去尝试一下发酵的产物 其中比较经典的就是SK度的神经水精华 它的核心成分Pterra在修护屏障方面 其实是非常顶的 如果你是干皮在用的时候 你可以多用一点这个神经水精华 跟一个面霜或者一个乳液去进行分包 与此同时 日常使用它 它也可以去调理那些过后的角质 因为你要知道屏障不健康 它分为两种 一种是我们都知道的角质过吧 长期堆积过后的角质 也是不健康的表现 所以说你是普通皮肤 你用它来调理 或者说你是超级厉害的大油皮 你们也可以去用一些弱酸 甚至是可以去买一些面部磨砂 也是让你的皮肤屏障 恢复健康的一种手段 第二点 调解水油平衡 做好抗氧化 这一点是尤其说给油皮混油皮的 过你们的油脂在你脸上氧化变黄以后 别说看起来很通透 不知道的人以为你是脸臭 所以抗氧化在我的护肤字典里面 它是和清洁保湿防晒一样重要的 别的我不强求你 日常一定要记得在早上洗完脸以后 用一些抗氧化剂 如果你们实在拿捏不住VC 实在不知道VC怎么用 也可以去尝试VC演生物 EOK134种普通的抗氧化剂 都是可以的 然后在夜间也可以去用一些酵母提取物 去做一个夜间抗氧的同时 调整你的皮肤水油 抗氧化对于护肤来说 它的收益是非常漂亮大的 你不但会发现自己的肤色体量 毛孔粗大也会得以改善 毛孔细了 皮肤的光泽度和通透度 不就进一步拉高了 那通透的皮肤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水光 你们一定要提高 你的本身皮肤的含水量 这个提高含水量 不是普通的补水可以做进去的 我们不仅要补水 我们还要保水 这也是为什么 我一直不推荐你们 去买爽肤水这个原因 因为爽肤水 它只有一个 极克氢润角质层的一个效果 你有这个钱 你真的不如把钱 花在精华和面霜上面 就比如说像神仙水 这种真正功效性的水状精华 因为比特拉这个成分的结构 它和我们脸上本身的保湿因子 非常非常强 而且它里面有很多很多隐藏彩蛋 50多种微量元素 可以去加成你皮肤的保湿力 就真的可以让你的脸上 那个水润 是从里面 从底子里面透出来的 差就出水的那种 好了 这三点真的就是人见人花 我的水润秘诀 希望你们也可以跟我一样 越来越漂亮 886